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9月5日 今天来谈谈中共的官场 那么9月4日的习近平出席了中央党校 一个青年干部的培训班 有一番讲话 昨天我在视频当中已经提到了 在讲话当中习近平多次提到了斗争这次 可以讲斗争是这篇讲话的核心内容 核心的主题 据统计的这个讲话当中提到斗争的一共52次 昨天讲到是60次 看来不太对 还是52次 那么由此可以推断 目前在党内 军内 国内 各个方面都有一些挑战和危机 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党内 可能面临着一些不同的声音 再加上什么现在国际的局势 如此的这个紧张和美国的贸易战 打到现在这种程度 香港反送中运动 虽然林郑月娥已经明确的讲到叫撤回条例 最好条例 但是不管是勇武派还是和理非 这个派系都是不依不饶 所以非常非常的麻烦 那么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消息都猜测 说习近平为什么要 这个重新的向左甩 学习毛泽东 不停的斗 斗子当头 我觉得这个问题 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可能也是没有办法 可能也是一个唯一的 获得安全感的一个选择 因为他要不斗别人 别人就要斗他 因为中共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靠王岐山的反腐 这个用力过猛 得罪了党内 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派系 所以说 也是非常非常麻烦 虽然是王岐山 从常委当中 这个退下来了 这个舒缓了一下党内的一些 指责和批评 一些矛盾 缓解了一下矛盾 松了一口气 但是又绕了一个大腕 担任了国家副主席 因为习近平他用人 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要忠诚 这也符合中共极权统治的 这个政治体制的需要 因为什么呢 如果不忠诚的话 这个这种体制 分分秒秒 都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问题不仅仅是政变的问题 还有暗杀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一些 意想不到的 这个突发事件的产生 所以这种不安全感 像那个农物一样 笼罩的每一个人 当然了作为金字塔顶尖的 中共最重要领导人 习近平肯定是 每天都是非常孝心 所以说呢 习近平在选择一些 省市自治区 重要领导岗位的时候 可能就分类的流行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这个 主要的这个议题 就是关于这个 陕西这个西安市委书记 这个我看到网上 有很多的消息 因为陕西这个市委书记 这个西安省市委书记 非常一般 一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习近平本身 这个仕途和这个西安 和陕西关系密切 第二个他的爸爸 这个墓地在那里 这个网上都有很多 的猜测和分析 也不无道理 那么此外还有他的这个 经济文化 这个背景 那么呢 习近平之所以 六次批示这个 陕西这个清理别墅案 就说明这一点 因为全国各地这种房地产 这个官员介入 这个以权谋私 这种情况都是 非常非常普遍 并不是一个这个 个别的这个现象 那之所以 把这个主要的经历 这个聚焦点放在这个西安 那肯定是有来头的 特别是 习近平在那个地方 插队下乡 后来呢 吹捧他人还搞了 梁家河的大学问 这个对习近平来讲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选才用人 选什么人 由于呢 不是一种民主体制 不可能让西安的老百姓 一人一票选举啊 产生 那肯定这个市委书记 就看上级是 这个领导是 是怎样决策啊 所以说 这个由于工作的调动啊 这个原先的这个市委书记 叫王永康 那么他就是调到了这个 2019年的2月份啊 调到黑龙江省了 担任副省长了 所以就把这个位置 一直的空缺的 空缺之后呢 这个海外媒体啊 也就是南华早报 曾经这个报道啊 就是说 胡海峰将担任 这个 县市委书记 这个消息当时也是 网上也是议论沸沸 当时我也做了一个视频节目啊 那这一两天 很多人就开始猜测了 就说 为什么这一次 没让这个胡海峰啊 让这个王浩啊 一个知名度 并不高啊 唐山这个市委书记 转战到了 这个 这个西安啊 那么 胡海峰是 这个好像给人感觉 受到冷落啊 现在我看啊 这个 现在还不能下这个定论 为什么呢 因为胡海峰到这个 到这个 历水 担任市委书记啊 还不到一年时间 按照中共这个 官场的历练 那个 一些内部的规定啊 组织不还是有些程序的 好像 资格还不是 不太不太够啊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啊 可能还是因为 目前的胡锦涛啊 和前一段事业的胡锦涛 和这个习近平的关系 也发生了一点点 微妙的变化 我们知道一个是什么呢 那一段时间啊 习近平非常宗刺 胡锦涛的意见 是因为 这个在纵美贸易战 这个问题上 党内可能招致了 很多孩子的批评 也就是很多人呢 党内的核心层啊 可能对习近平 纵用刘霍的问题啊 有一些想法 感到比较失望啊 但现在 这个大局已经形成了 就和美国对抗这个大局啊 现在很难 很难拧转了 那么他们 有的时候 难免有一些互相之间开会的时候 吵吵嚷嚷嚷的啊 但是 一旦出了这个危机的时候 关起门来 这个他们还得是小好兄弟 打开门啊 他是好兄弟啊 所以说 都是专制集权统治的核心的 利益啊 这个 这个利益人啊 每个人 都是有斗技的利益 要撕破脸皮也不至于啊 所以说 这个胡锦涛就没有 就去年啊 就是在这个最初的时候 那种困局了 也就是说 这时候的习近平可能 不是像去年 那个时候更需要 胡锦涛的支持 此意识 彼此意啊 而且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李鹏死掉之后 我估计可能是 这个习近平的团队啊 还是要求 这个胡锦涛啊 能够就是 温家宝啊 这些前任领导人 也能够像江泽民那样 出来站台啊 但是他们都拒绝了 不论 不管是以什么理由啊 估计是委婉的拒绝 就是我身体不好 我送点花圈 送点碗脸就完了 但实际上 彼此都心照不学呢 可能习近平也是 不太高兴啊 那么可能 这各种原因都有啊 这样 所以说 这次选择了 叫王浩 问题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用王浩啊 我做一个大胆的猜测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议论 但是美人 没有人这么去 更 细意的去推想 我想呢 这个 王浩啊 在9月3号啊 56岁 从这个唐山市委书记 这个到这个西安 这说明是非常重要 他这个人 这个人选啊 因为习近平 把这个地方看得比较重啊 那肯定选才 用人的方面 要听方方面面的议计呢 那主要是听什么呢 听自己一个最忠诚的啊 信得过的大臣 也就栗战书的议计呢 那栗战书 我们知道来自于河北了啊 这个当年是 这个习近平在镇定的时候啊 栗战书也是献计的 字幕官 欺贫字幕官 据说当年他们都铁哥们啊 在一起无话不谈啊 习近平觉得栗战书 不失利也啊 就说那个时候就对自己 这个很好啊 那自然人就比较信任啊 人都是这样嘛 就是往往都是怀疚和恋疚 而且愿意从生活当中 遇到的一些事情啊 去考察一个人 而不是靠现在 靠这个 这个表面的说辞啊 因为说辞有可能是假话 这种政治体制 两面人太多了 所以说 习近平说不定是听取 李战书的一些 说你选一个人啊 李战书推荐的 我为什么这样推荐 因为你看这个王永康也是啊 由西安调到这个黑龙江省担任副省长 那么当年李战书到黑龙江也是担任这样一个职务啊 也就说明很可能就王永康这个也到黑龙江去啊 那个时候 这个李战书就已经参与西宗了 就有一种这个深谋远虑了 就商量这个人选的问题了 因为李战书最知道习近平这个心头啊 最重视的可能这个位置了 西安这个位置啊 而且这位叫王浩的呢 我看到网上的资料不仅是山洞人啊 而且这个在山洞省啊 的确干的这个时间那个也比较长啊 也有一些历练啊 那么说不定这个基层的工作啊 也是比较熟悉啊 因为河北呢 这个唐山是第二大城市了 仅次于施加装了 八百万人口啊 这个西安差不多少啊 可以这样讲 所以西安这个并驾齐驱了 齐步相当啊 所以说他们给予很大的希望啊 那么也可能是他推荐的 因为习近平这个比较喜欢 山洞人啊 因为彭丽媛本身就是山洞人 他的太太是山洞人 我是山洞人啊 山洞人特点就是 这个讲义气啊 纵感情啊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感恩呢 比较持久 这个而且比较直爽啊 人呢比较慷慨 这个大方啊 他山洞人特点就跟他们讲话了 声音不好听啊 嗓门大了一些 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大气啊 这个不太像这个 这个江浙内代啊 上海人呢 这个比较计较啊 当然也不是全计较啊 我这样讲千万别得罪了 煽动这个上海人啊 或者是这个浙江这一带的啊 那习近平纵用当中 以前的人马 那大部分是 敏江这个旧军啊 旧部啊 我们知道前几天 8月19号 习近平带领这批人马 到了甘肃啊 到了甘肃 带这些人当中 那有栗战书 有丁薛祥啊 还有这个刘鹤啊 何立方 这都是自己的铁哥们啊 带上这个地方去 我看到网上 看中国 有评报道 讲到什么猜测 说他们这几哥们兄弟 到那个地方去找个地方 比较僻静啊 研究点问题啊 故意躲开京城的喧闹 我看不太像 因为他们要密谈的话 在北京密谈的地方太多了 说说北京很大啊 那么北京周边的地方就更大了 所以说 没有必要 跑到甘肃去 到甘肃 我认为主要是为了 就考察林夺啊 为了推举一下 叫王岐山的这个铁哥们啊 王岐山的这个底细啊 王岐山比较信任的林夺 此外还有林夺在那个地方 搞这个扶贫搞得比较好 习近平特别重视扶贫 这一点应该肯定啊 因为习近平在这个梁家河的时候 就亲身经历了啊 农村的这个贫苦 知道老百姓农民啊 就生活不容易啊 特别底层的一些 这个老农民啊 又善良又存仆啊 又贫穷啊 又勤结 所以习近平那时候 又下降了实验场啊 长达七年 印象深刻 所以说他又立志改变 这个中国农民 这个脱贫这个问题上 他做的还是比较 这个 比较好 我个人认为 他应该肯定啊 特别提出精准 扶贫这一点 应该给予这个 这个肯定啊 那么 所以说他也委托这个 胡春花 得抓这个 这个 贫困的啊 这个脱贫这个事情 那当然这里也包含了 习近平的一个 这个 小心眼啊 习近平的一个想法 因为 这属于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在2020年啊 多达 5500人脱贫 这个纵人 纵贷一下压到这个 这个团派的大佬 这个 这个 胡春花 来的任务都给胡春花了 你看 胡春花担任什么呢 这个解决农民工 拖欠公司 这个领导小子是他 扶贫是他 最近还搞了个猪肉保卫战 这个猪肉更麻烦 因为你猪肉现在和美国打贸易战 这个非洲猪瘟也厉害 所以造成这个 这个猪肉供不应求 说市场上 这个民运四起 而且现在有些城市都开始 发这个肉票 这个昨天我都讲过了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新勇在用人方面 还是把忠诚放在第一位 那么能干 是第二位 那么这个王浩 那么我刚才的分析 就是因为可能出于这些原因 来让他做 但本人认为 你不论多么去费尽心思 不如干脆就是 像这个美国加拿大这样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一下子老百姓 这个一人一票选举 搞民主最好 让基层老百姓 陕西省 西安市老百姓 一人一票选这个 市民主要领导 选上以后 他肯定权一权一为人民服务 这一点来讲 对西里面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因为他这样做的话 担心自己的领导集团 位置就不稳了 因为中共这种 金字塔事的 这种一步一步 一个台阶 一个台阶 到底 到底做的这种统治 是极权统治 是上级人民下级 下级要请客送礼 要积极表现 那么要维护上面的权威 所以说情况就是这种状况 这种政治体制 那也只能诞生 像这个 王浩这种人 于是呢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那你说王浩 就那么绝对忠诚 就很难讲了 因为有的时候 人的这个伪装 或者人这个性格的特点 只有在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 你才能最后看透 你没有大的这个危难 你很难看透一个人 所以你看 我今天看到网上 9月4号 说这个湖南省 这个司法庭啊 下了一个文书 给这个黄碗啊 讲到什么 讲到就是说 他拼请那个律师 叫陈一轩的啊 这个 这个 司法庭不同意 按道理来讲呢 这个犯罪嫌疑人 拼请谁做律师 和这个官员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完全是个生意啊 也就是说呢 犯罪嫌疑人 家属愿意拿钱 这个呢 律师为了赚钱 或者也是为了 坚决的或者直接的 也想声张正义啊 就都结合在一起啊 私利公利都有了 做一个生意如此而已 结果呢 湖南省了 就司法庭啊 不断地阻挠啊 曾经五次阻挠 这个黄碗 贫清 律师为他的 这个周永康的儿子 周斌呢 别胡啊 你就可以看到 人多么失礼啊 你湖南司法庭 这厅长算了什么鬼啊 如果是周永康在位的话 你给人舔屁股 舔脚之鸭都不一定 爬地下人 就不一定能接受啊 这就是什么 政治体制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事情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中共这些高官啊 这个不安全感啊 有政治体制的决定 那习近平他也一样啊 他写着也矛盾 就是说这个人该不也用啊 用了怎么用错啊 一旦用错麻烦啊 因为这个王浩这个位置上 因为他是个副省级啊 如果让这个 这个胡海峰上来的话啊 那么就是47岁啊 就是中共官场最年轻的一个省部级 副省级的干部了 就预示着将来前途无量啊 所以说羽毛封满了之后 我呢很难控制啊 所以可能还要 就慎祖们等一等啊 那王浩就找到这个位置上 现在插上市面了 那么习近平肯定要考虑啊 这个人上去后 对我这个领导集团 有利还没有利啊 特别个人这个权威 这个维护啊 这定于一孙 定于一孙呢 有没有利 能不能几个人添花啊 所以说这个事情 也充分反映了 中共党内的 这个目前啊 这个权力斗争啊 用人这些准则啊 之间的一个碰撞啊 那么我们也看到 现在临近的这个 这个失忆了啊 马上就大阅兵 习近平特别重视阅兵 因为越有不安全感 越感到困局的时候啊 内外交困 往往指责多的时候 越想证明证明 我的能力 就特强啊 然后部队再有一些 这个哥们们啊 像张又霞 这些铁杆哥们 在一鼓动啊 一定要就满足 习近平这种 浩大习近平的心理啊 于是这个阅兵 这一次这个 调子唱得特别高啊 看来 比较想这个 不够阅兵 根本不行了 而且要万物一失 我看到 今天网络的消息 讲到什么 讲到习近平的 这个最忠诚的啊 因为这个 过去的革命战友 蔡奇在北京啊 那是搞的 动静非常大呀 我们知道以前 这个蔡奇刚到北京的时候 就为了把北京啊 装扮得漂亮一点 这个不得 这个习近平的欢心啊 所以说 搞了趋入低端人口的运动 搞得真是生命狼藉啊 这个我在视频节目 当中多次的讲过了 不过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这个蔡奇应该讲 有所收敛啊 可能也接受了一些经验教训啊 说不定心里很苦啊 就没有办法 因为不这样做的话 怎么办啊 这个流动人口太多了 特别是从乡下的啊 周边的城市来这些 谋生的人啊 找工作的人啊 很难管理啊 动不动就搞 会发生这火灾等突发事件啊 这个社会不稳定 他也感到恐慌啊 那么现在 这个机会啊 又到了就叫他 必须要表现了 我看到 今天网络的消息啊 我看到说是 他在这个报道这个 蔡奇关于维稳这方面的 一个情况 说他已经变得 这个语物伦耻了 其中发明了一个词句 非常有意思啊 也就是说呢 要把工作做得最好啊 这个蔡奇找不到太好的字眼了啊 结果呢 发明了一个字眼叫 精精一求精 万万无一失啊 而且这个词句还竟然啊 唐尔皇子登在北京的报纸上 我看读者们 咔以后笑得了大哑啊 我看那些 说不定这边一些记者们 也是故意高级黑啊 低级红啊 就是说 故意叫他处处丑啊 心里也是乐啊 但是这个事情 也充分表现了什么 就是蔡奇忠诚啊 不管怎么样 我再丢丑 反正你们在北京 我这个管这一目三分地的啊 务必给我这个 这个西大哥的给个面子啊 千万别出什么事啊 于是我看北京规定啊 连菜刀啊 这个什么 这个杀猪刀 不用说杀猪刀啊 是厨房用的刀 都开始管制啊 生怕这个刀具 杀人工具 留到这些 有所不满的老百姓手里啊 怕出事啊 你可以看出 这个形势非常非常紧张 也表现了这个蔡奇的忠诚 这都说明什么呢 还是一个 这个政治体制的时候 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改变 这个政治体制啊 能够进入现代文明啊 和这个普世价值接近啊 有民主才有法治啊 就选举领导人 我认为最好啊 就老百姓自己选 选完之后 那老百姓肯定信得过 那当官 一个是老百姓选的人 你根本也不用 不用控制你菜刀啊 因为有法治啊 你犯法 有法治独立的司法 逞出你啊 那么至于说 你用言论方面来批评我 写点小文章 像我们发的小视频啊 这个 这个不 不礼貌啊 不文明的话 就是你放几个想批 应该不大回事啊 你要如果在加拿大 现在 我看到网络上 每天都会批评 特鲁多啊 总理的这个文章啊 报道啊 视频啊 但是特鲁多 根本不会去 打击报复 他也没有办法去 利用司法啊 这 这说明什么的 西方这个 民主法治 还是值得学习 在这一点上 不能说是 这个敌对势力 还是应该世界 这个先进的 这个文明 政治文明啊 恰恰在这 恰恰在这个方面啊 看来 中共一直在 这个拒绝啊 所以拒绝 就造成什么 造成了恐慌啊 于是啊 这个只有 斗子当头 因为这种不安全感呢 太浓厚了啊 你不整人家 人家整你啊 所以每天都在想 别人忠诚不忠诚 有没有可能 把我搞下去啊 特别是随着这个任期 这个届满两届啊 按照道理 应该是换届下去的时候 那就更感到 这个每天是坐立不安 慌慌不合从日啊 所以说 尽管 协法当中 已经修改了啊 有了依据了 可以国家主席 这个没有任期之人 永远做下去 但是你想 总有一天啊 身体的原因 突发世界的原因啊 重大事变的原因啊 可能啊 就会有变化 这个人事业变化啊 不仅自己 面临的这个危险 而且身边的小兄弟们 都跟着照样啊 我相信 每一个官员 在位的官员啊 特别是那些 任职的政法委啊 的官员啊 读了黄婉这个 我看到在推特上 发这篇文章 讲到自己的遭遇啊 而且要求美国啊 要借助于他这件事啊 能够看清中共这个 即使签了协议 不守约啊 这个本质啊 这个黄婉这个表现 应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啊 就敏感的 非常非常的就 这个倔强啊 我相信官员看来 也会联想偏偏的 也会想到啊 有一天 李小新在我当为 一个大官啊 你们见了都点头还有 说不定哪天我下去啊 我还不如周永康的 所以说就更加的紧张啊 越紧张 越不能改变体制 越陷入了一种什么呢 内斗当中啊 所以不得不奔向毛泽东啊 捡起这个阶级斗争为杠啊 这种啊 这个哲学啊 左右都有可能是敌人啊 前后都可能 都是监视自己的眼啊 都可能是 每一个人都可能 这个心存不满 心存不踪啊 所以说呢 在中共这个体制内做官啊 我认为啊 这个每一个人啊 不管是高官 还是底下小官僚啊 那确实是 没有幸福感 没有安全感啊 所以本人建议啊 预计这样 每天这样的 年复一年的这样 混下去啊 这个朝不保夕啊 惶惶不安啊 这个没有健康 没有幸福 没有快乐啊 还不如就什么呢 干脆啊 洗洗手来啊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只有这样才能 造福自己 造福啊 这个 这个老百姓啊 尤其是什么呢 给自己的后代啊 带来幸福 你看这个周永康下去之后 这个周斌这个 这个遭遇啊 黄婉的遭遇 人家看了心 这是难受啊 按道理讲 他聘请什么律师 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管他 是好事 应该帮助他 特别是落难的 更应该 对他们 施以援助之手 但是恰恰相反了 真是 人都是啊 中共官场的人 往往都是这样 就是说呢 这个勾引看人低啊 一看你倒霉了 那马上和过去就是切割了 以后的以前的老关系 老朋友啊 全部算数了 人就开始 把眼睛啊 这个 转向了八级的眼睛啊 眼神啊 转向了那些 新上来的权贵啊 所以这种体制啊 确实是害人不前的 那么今天 多少点语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